好 那麼您到這個有聯商網路的話 您可以到這個Google找我的關鍵字書文老師就可以找到了 哇 我可以關鍵字 所以這個呢 你點下去 我把它放大一點 這樣後面的會稍微看不到 因為我們如果今天 我們如果在那個電腦教室的話 可能會不太夠 那您看一下在這裡 這樣應該後面就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可以嗎 後面的 同人都可以看得到 那您找的話呢 找我的資料 第一個應該沒有問題 這是我的那個部落格 那麼下面這個 第二個是養護席模的 我之前在那邊 不過各位應該最近有看到消息的 養護部落格跟屋民 也要吹席燈號 今年有兩個重要服務 推席燈號 一個就是MSN 對不對 好 相信各位 應該在座也 以前也有 蠻多人在用 那現在 雅護 奇摩部落格跟屋民的這個部落格 也要推席燈號 所以我去年就搬家 好那另外呢 再往下走的話 在這邊你會找到 這邊看到的都是我在YouTube上的頻道 YouTube上的頻道 就是我去外面研習的這些內容 我都會擺在上面 所以 這個 其實你直接從第一個進來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後我上面 就把我們的 就是 跟我比較相關的把它放在上面 好 進來了 您可以看到在這邊 在這裡就有一個YouTube頻道 好 這裡你點進去呢 我們這邊應該沒有檔位 好 會像這樣 就是 因為其實我現在 原則上在學校上課 在外面研習 我們 教學的部分其實都會做錄影 那會做錄影的話 如果像一般大家 今天會來的一個很重要目的是 平常大家在 不管是演講也好 還是一般的活動 絕大多數大家是不是都用DV對不對 用DV啊 當然現在如果你是比較短 短的性質的 也許你會用手機 會用數位相機 但是通常比較長一點點的時間的 大概用DV還是稍微比較方便 可是 我相信大家都會遇到一個問題 DV的檔案 請問大不大 很大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都是什麼 都是Full HD的比較多 黑 1920x1080 我們一般的電腦你不要收PC Notebook 其實要處理起來 雖然現在新的 但是處理起來 還是會比較慢 尤其你還要做後面剪接 活動三小時 剪接三天 大部分大家沒有那麼多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說 你有沒有什麼其他方法 可以在做這一塊的時候 可以更快一點 更快一點 那就更節省時間 那 我在延期的部分呢 我們都會 就是會 像這樣分開 你可以看一下 像這個我點進來的話 我裡面有12部 我裡面有12部 我們 研習也好 或者是像我一般上課 我都會把它做區分 就是 依照主題 一個主題大概10到 20分鐘以內 最好都是在10到15分鐘以內 這樣子最好 每個人 人回去的話 像這邊你就可以看 像這樣子 我就針對 我所講的內容 每一個 的主子 我都把它分清楚 那這樣他就可以很清楚的去 哪一個地方不了解的 他就是看那一塊就好 就看那一塊 所以會 相對來說 比較方便一點 那我們今天也會告訴各位 這個 你可以怎麼做 可以怎麼做 那 另外呢 在這個 研習地圖 應該就還好啦 只是看看我的探足跡在哪裡 這樣子而已 跟各位比較有關的 我們剛剛講到 這個還在 好的過程 先等一下 沒關係 在這邊 有一個免費軟體下載 我剛剛講的 我們今天的 您現在在傳閱的 這個 資料呢 都可以帶回去 如果你 不方便帶回去的 沒有關係 反正 上網都有 我都幫你整理好了 好 那這個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反正 就好像出去玩一樣 好 我給你看一下這個免費軟體 那免費軟體這一塊我是放在這個 微軟的sky driver上面 在這邊 在這邊 他總共有25G的空間 那您可以直接從這個連結 這個連結 你也不用操 反正網路上就有 點過去 如果您下載檔案比較多的話 他可能 他會要求你 就是 要登入 就是 微軟的msm帳號 可能 應該 比較 不少人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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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用這個空間唯一的缺點 就是 比較大檔案的時候 他就要求你要 如果只有一兩個檔案 那倒還好 那現在呢 他進來預設的這個畫面 就是各位現在你們notebook 如果你是 應該是去年開始買的 可能就會買到windows8 對不對 Win8的 他這個叫動態穿 我把它稍微 用成 調列式的 你比較好看 我都有幫各位分門別類 像我們 關於螢幕錄影的 這裡我幫 放大一點 像我們有關於影音製作的 有關於這個螢幕錄影的在下面 螢幕錄影 有看到 其實我們講的只是裡面兩個 那也是我最常用的兩個 但是裡面還有其他的 其實我試過也還不錯的 好多的我放在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 你要下載 你可以點一下 在上面這邊 就有一個下載 有沒有 上面這裡就有一個下載 你就可以直接下載回來 所以 這個 最主要就是這些軟體其實 雖然都是免費的 但是其實很多免費的 做的效果不見得比商業軟體差 甚至還更好 只是欠缺一個 欠推廣 因為像微軟 像這個其他的軟體都很大家 所以 大家都會用 因為他們廣道做得夠大 當然服務也是不錯的 好 所以 您了解這樣概念之後呢 我們這個 等一下呢 您抓到的檔案 裡面會有兩個 兩個壓縮檔 一個是有關於軟體的部分 在這裡 您待會兒拿到的檔案呢 裡面有兩個壓縮檔 一個是有關於軟體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呢 各位手邊現在只拿到三張 對不對 一張講一個小時 剛好三個小時 不可憐 好 那因為那個 我們簡報的章數比較多 所以我就把簡報也放在裡面了 也放在裡面了 所以 這樣子的話比較不用印那麼多啦 要結成紙張一點 所以待會呢 您可以直接把它解壓縮 直接把它解壓縮 這個 解壓縮的部分呢 您都只要 就是 解壓縮致詞就好了 不管您用WingRI 或者是這個 7NIP 或WingIP 都沒有關係 解壓縮致詞 那我都有幫您就是把那個資料夾保留下來 就那個資料夾的名稱 所以您就解壓縮到 這個指定的目錄就可以 像這個棉被讓您這個我把它解開來 解壓縮致詞 所以待會您call到就直接解壓縮 但比較建議各位是call到硬碟之後 你再來解壓縮 你不要call到隨身跌解壓縮 那這樣 速度就慢很多 速度就慢很多 所以 您可以看到這個在這邊 那麼今天講的軟體其實都不難 所以現場各位都可以實際做 都可以實際做看看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Nordbook都有那個webcam 對不對 都可以錄 所以你等一下可以 可以稍微試看看 當然 webcam錄的效果 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我們剪報在這邊 在這裡 好 我就先到這邊 記者們 那邊 我先看 的 那邊